自走到这儿我都忍不住要停下来 手 这两个手呢都叫兰花指吧 要是在那个印度都叫结手印 我们叫大手印 如果当成一个固定画面的往里边看 左面是雪红的那个东西 就跟巴黎的大漠房里边跳舞的那些大白腿 身上配的那些东西一样 右边是一个已经都快干瘪碎了的佛像 我是特别迷信手 老觉得手是人身上所有器官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地儿也特逗 这儿写的拉 现在好多事就是推和拉 推特啊什么之类的 有推的有拉的 推和拉的手指的那个 body language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次走到这儿我都停下来 这种语言呢可能是不仅我能懂 其他都能懂 比如是我高兴不高兴我不用说话 我的狗就知道 它什么样我也知道 我们俩不用说话 我能根据它的体态 它的肢体语言 有的时候呢还有像颜色呀 气味啊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但是它都能传递一些信息 原来我有一个老领导 丢官很重要就是跟他穿衣服有关 好多好多什么时候了 我都想不出来了 一想到这件事 我脑袋就 我就晕 那天应该 不是穿什么 他没穿什么 还是穿什么了 就丢了官 挺大的一块 我顶头顶头的 这样子 夏天到了 每到这个季节夜里都特冷 太阳一出来 又能把人晒死 那天我没穿衣服 不是没穿衣服 没穿厚衣服 晚上特冷 然后碰到一个女生 叫蔡金青 就把他的一个毛衣借给我穿 白毛衣 我穿了一夜 不然那夜我肯定冻死了 第二天我想还他 我睡着了 找不着他了 后来是听说那孩子叫蔡金青 是北大排球队的 还是北大篮球队的 我把那毛衣留了好多年 我把那毛衣留了好多年 一直想还人家 但是再也没见着他 听说那孩子 立即就移民美国了 所以就又还不了了 那后来那毛衣就干脆就把那个毛衣就给扔了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欢迎来 这一天 女性 他也没见过 Article 但是 我以为 这种 她